一場好的比賽必須要有非常出色的對手 那我們這一場裡面有三個非常出色的對手 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把這場63公斤級的比賽 拉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把舉重比賽變得更好看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那兩位的對手 在跟他們競爭過程當中非常的刺激 我非常享受跟他們在對決這一刻 一起看亞運17位中華隊加油 中華隊在今天又再度進帳的一面金牌 同樣是在舉重場上 這是林紫棋 他就在63公斤級的部分 抓舉是116公斤 首先破了大會紀錄 也就是亞運的紀錄 緊接著他在停舉的部分 145公斤破了世界紀錄 總和261公斤同樣是一項新的世界紀錄 因此也讓介面金牌格外具有意義 那麼當然林紫棋在賽後的時候 他也說到了 其實他就是帶著這樣的心情 想要把紀錄推向更高峰的心情 來到仁川亞運 我知道那個數字 因為一直以來都知道 一直以來都想著 然後來亞運之前都跟教練吵著 然後教練就說先奪金為最重要 對他就一直給我 一直給我把這份心情壓制下來 但是他就說 如果要破世界要破亞運的話 自然而然對手的情況之下 我們大家都互推上去 就像這場比賽比得這麼精彩這樣子 關注中華男男的表現 今天第一場比賽對決的是哈薩克 其實哈薩克先前已經在預賽連打了三場 非常熟悉這個場地 再加上其實哈薩克的常人陣 真的給中華隊在禁區吃足了苦頭 而且上半場的時候 對手就已經在外線火力全開 因此前兩節打完哈薩克 取得40比30的雙位數領先優勢 那麼在第四節的時候 中華隊一度有著拉近距離的機會 不過在第四節就是因為有技術犯規 還有曾文鼎的午飯離場 因此也面對了更大的壓力 很可惜最後中華隊就以68比74 吞下敗仗 上半場其實大家就是對 就是進攻的欲望沒有那麼足夠 對然後很多機會其實都可以去做出手 然後可能是比較會會收縮 可能第一場比賽 然後再跑的時候比較喘 然後對投籃的信心度還不足夠 然後後面的時候 在追分的時候其實 有找到我們自己的節奏 然後我們是外線還是沒有拍 所以打起來就比較難去追分 籃板球是我們入後的地方 被對方搶太多的進攻籃板 然後我們也想要用很多的包夾防守 可是露了後面的防守 最重要的是他們第二波的進攻 威脅很大 再加上因為他們前幾場全部都是內線的進攻 所以我們大部分設定是內線的防守 那當然外線他們投開的時候 其實他們今天三分線變速率也非常高 尤其是上半場的時候 所以其實讓我們又要顧內線的防守 還有籃板球又疲於奔命 就內跟外我們就其實真的手都並不是很好 好中華男籃接下來就是在7月25號 要跟中國交手了 至於在今天晚間中華城邦隊的預賽第二場 蔣則是碰上了泰國 先發投手是郭俊玲投了4局 只被擊出2隻安打掉1分 至於在打線的部分 擊出了16隻的安打 那麼最後這場比賽就以13比1擊敗了泰國 值得一提的是蔣志賢 在這場比賽的第一局 就轟出了3分拳雷打 這也是這屆亞運會出現的第一隻拳雷打 一開始因為前幾天知道 結果今天比賽其實蠻亢奮的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幫助球隊 就是贏球這樣 所以就是沒有特別去相處 那球還有一些控球吧 因為就是看見規劃投幾局 就是把自己該投的局數投完這樣 那一晚上就跟陳俊俊在討論 對啊就做彼此分享經驗 然後因為之前有對過 所以會知道彼此的打擊狀況 所以晚上的時候就會看影片 然後做討論 還有網球女子團體賽越來越精彩了 因為在準決賽中華隊碰上的是哈薩克 在第一點單打詹友然以直落二擊敗了對手 不過第二點單打謝淑威則是以3比6 6比7吞下敗仗 因此呢要延長戰線來到了第三點的雙打了 這次詹謝沛以直落二兩個6比2擊敗了對手 總算把中華隊送進到了冠軍決賽 剛上場的時候其實就是身體很重 就是滿慢熱的 然後對方的球其實也不是很好控 他的球路還滿奇怪的 所以就是有花了一段時間去試飲 不過就是很高興在關鍵的時候都有穩住 然後最後拿下來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其實每一個選手每一天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那也有可能會受前一天的影響 或者是睡眠或食物任何因素的影響 不過我覺得今天自己表現的還算不錯 然後雖然說不是在一個很完美的狀態之下 但是我覺得自己在即時回穩的部分有做得很好 有一點這種感覺就是 可能我熱了以後有運用球場跟風的優勢吧 對啊所以可能在他在這方面比較沒有辦法適應 所以就第二排比較順利 恭喜中華女網隊晉級到金牌戰了 接著24號上午就要對決的是中國隊 當然我們也要持續為台灣的運動員加油打氣